欢迎收看东盟卫视中国两会专题报道 今天是2014年3月6号星期四 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各代表团今天举行代表小组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6号上午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 在与广东团代表一起研究全面深化改革 促进结构调整问题时 习近平用了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八个字 他说腾龙不是空龙要先力后破 还要研究新鸟进龙老鸟去哪 要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 走绿色发展之路 努力实现凤凰涅槃 希望广东继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 在被称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 2014年的中国两会上 作为改革开放新行地的广东 自然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5号下午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广东开放团组会议 吸引了逾百家中外媒体 胡春华表示 完全拥护和赞成 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落实好粤港约澳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设立广东自由贸易园区 抓住中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机遇 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各国及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贸合作 加快推进对外合作平台建设 加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交流合作 在6号举行的三场记者会上 中国财政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门官员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复 就扎实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 中国的转基因安全管理严格严谨 无论是制种、实验还是种植 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批准 而且自己也在吃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 我现在也在吃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 因为具体来讲就是豆油、大豆 因为我们国家的豆油 主要是用进口大豆来加工的 进口的大豆主要的都是转基因的大豆 农业部对转基因问题的态度 是一贯的、是明确的 这个简言值就是两条 一是在研究上要积极坚持自主创新 第二就是呢 在推广上要慎重 做到确保安全 6号的记者会上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回应了饱受争议的 中国家庭为避税离婚购二套房问题 在很多国家在征收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的时候呢 它是给予的不同的一些便利的 比如说你在新买 再买一套房的时候 原来的转让所的部分可以抵税机 等等等等 有这样一些规定 那么我们在目前呢 由于是分享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这种政策呢 在我们目前的税制之下呢 还比较难以选取 至于说到因此 因此而有人就离婚 那么我是认为呢 如果一个政策出来造成了一些 人间的悲喜剧的政策肯定是缺陷的 3月5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孟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目前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票价世界最低 国外相比咱们的高铁的价格您觉得 那比高铁的国外 国外高铁现在它价格比较贵 但是国外高铁现在很少 现在我们的高铁现在我们有1万公里 世界加起来我们比较多30% 高铁票票方面咱们会有进一步击措吗 现在就是要符合大家的要求 也不宜太高但是也不能太低 这个是现在目前就是现在实验 会全靠市场来调节吗 靠市场调节是靠市场调节 现在你现在要再低了 现在票都买不到了 现在这个票价您认为已经是合理区间是吧 现在比较合理 现在这个定数定比较合理 那普通百姓反应还是票价够高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票价高的原因不是说你票价高 是你工资低 所以要求现在大家把工资提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落后的来照我落后的 对吧 工资提起来要提起来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咱们这个国情来说 高铁的票价是不是最低的 低的 绝对低的 这个都比我 是全世界最低的吧 最低的 市场放权减少束缚 这是近年来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呼声 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适度控制央企 对民营经济是一种鼓舞 特别是国家也提出 对地方政府投资平台 和对央企要实度的控制 做一些应该做的事 而不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把石和市场做的这些东西交给市场 那么对民营企业来说 是个鼓励 是个鼓舞 同时刘永好表示 通过反腐败控制权贵势力 对民营企业也是一种机会 特别是通过反腐这种特权阶层 这种权贵的势力得到的控制 那么对民营企业又是一个机会 6号中国全国政协12届二次会议 继续举行小组会议 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 在出席记者会时回答本台记者提问 姚明直言 体育项目举国体制已经呈发展短板 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运动员的生涯都可能 平均的年龄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NBA的平均运动员受难 你可能看多了那些Covid 磕军 但实际上平均的运动寿命 只有2.7年 这是有数据的表明 就2.7年 举国体制有它的时代性 我们不能合论它所创下的规划 但是在未来的这个模式上 我们也看出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篮球行业 它都进行一种校园体育 或者居住物质 包括职业联赛这种方式 我们还是用这种比较老的方式去竞争的话 那直接表示结果 那就是赖宇赛 那就是失礼赛 那就是同会 所以说既然已经在场面上 已经发现了很明显的短板的话 我们为什么可以进行一些大脑 突破大脑的改革呢 参加全国政协12届二次会议的 全国政协委员刘翔 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梦想能够重返鸟巢赛场 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北京站 希望自己能够参加 开会是脑力运动嘛 然后也需要积极的准备 然后积极参政医政 我觉得这里的各方面都很不错 然后 现在脚伤怎么样 脚伤啊脚伤 然后积极的恢复吧 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 因为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希望能在下一阵哪个大赛里面能量上的 我自己还不知道 但是我对自己一定有信心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穿钉鞋嘛 对 我其实享受嘛 享受运动给我大家的快乐 就这样 因为我确实已经 不是说一定 一定不给自己定什么目标 我确实觉得 我现在就是要 还是要挑战自己一下 但是具体的 或者比赛时间 或者付出时间 都没有定数 还要是要看我的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知名演员 成龙 在5号分组讨论会上 痛斥偷票房行为 他说 对此感到十分气恼 此外 他还建议 引进外国电影人才 技术来拍摄中国电影 以此培育中国自己的电影人才 并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我们这么辛苦去拍一部电影 他们就是 从中获利 这是令到我们非常非常气恼的 如果你说 你去偷了我们的票房 你去拍一部大的制作电影 我情有可原 不是 他偷了 你们继续拍 他继续偷 你们继续拍 继续偷 成龙指出 偷票房的手段层出不穷 不断变化 令人防不胜防 偷票的情况出现 就是写票 写票呢 你根本不知道他 有没有买票 买一张 一百张票 他写八十张 他自己带二十张 到了后面发展到有 电子计算票 到了计算票的时候呢 他们用尽办法 在 篡改那个电子板 那政府方面呢 又出动一个更高的 电子系统 后面他们更狠就这样 就是当机了 当机又变成回去是手写了 成龙表示 希望各位委员们 能够认同他的倡议 联手打击投票房行为 维护中国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为这不关不单只是 关关系到我们的票房 也关系到我们的声誉 也是关关系到我们国家的 国际的影响 成龙还表示 希望有更多的演艺人 更多的片商 更多的投资方 从国外来到中国 带动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 并借助外国人的力量 将中国文化带出国门 我们拍了八千多部花木兰 你们知道 迪士尼来拍一个 卡通片花木兰 全部知道我们有花木兰 今天我们真的还是需要 外国的一些导演 外国的一些 特技人员 如果我们请更多的 大导演 大摄影师 大 特技人 来到我们中国 帮我们拍戏 而殆尽我们 不到十年 我们就会 出一批新的人才 在此次中国两会期间 本台特别制作了 2014中国两会专题报道 并于每晚 东盟新闻联播后播出 敬请收看 感谢收看本期 2014中国两会专题报道 再会